偶一大师他把我们这一段 耳根言通的这种离珠障碍 跟普门品做一个比较 偶主说 普门品是释迦牟尼佛去介绍 观世音菩萨果上的功德 不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 是释迦牟尼佛帮他先说的 观世音菩萨他对众生有什么样的加持力 讲的三十二阴神叫普门四线 所以普门品他对观世音菩萨的阴力 基本上是没有谈到 所以普门品的修学是偏重在四尺 偏重在佛力加倍这一步 众生内心有障碍 然后意念观世音菩萨的深厚 你心中有希求嘛 然后跟观世音菩萨的深厚一接触 啪 感应到脚 去触动观世音菩萨的大势卑力 然后我们利苦得了 是偏重在佛力这一部分 心力这一部分讲的少 理观的讲的少 但是本经是观世音菩萨自己 自己讲到自己 从因到果的一个修正的过程 因为修尔根言通 反文文字信 破竹的身心世界的障碍 开显的正如本性 所以产生的三十二隐身 是无所谓 是不适宜无庄妙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任林经的尔根言通 他是从因到果观世音菩萨 自己宣说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修邪 包括世修 也包括理观在里面 每一个法都包括世修理观 普门瓶是偏重在世修 我会大师认为有这一层差别 是这个意思